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地去面对各自不同的道路 下面介绍迪斯尼1959年的喜剧片新版《长毛狗》 检察官大卫是个工作狂 对妻子儿女的疏于关心 让家人对他深感失望 在调查一个可疑的生物实验室时 大卫被一只三百年高龄的西藏牧羊犬咬伤 没想到狗的DNA进入了大卫的身体 结果大卫和牧羊犬互换了灵魂 法庭上的牧羊犬大卫开始做出 种种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 他发出了狗的呜呜声 生出长长的狗舌 在家里的异常行为 也让妻子儿女惊惭 而成了他家里议员的大卫牧羊犬 却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视角 看待家人和自己以前的表现 给家人带来的影响 影片中大卫的扮演者 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 蒂姆·埃伦 他的滑稽表演是整个影片的灵魂 导演布莱恩·罗宾斯说 这个角色并不是谁都演得来的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你要能够毫无拘束地表演 你得做一般人不会做的事情 就像一头扎进一碗牛奶泡麦片当中 你得像狗一样 呼吃呼吃地直喘 你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转 你真的要什么都去做 蒂姆就是这样的 他真是全情投入 但是对于片众的幽默 和有时无法自圆其说的剧情 芝加哥《太阳报》影评认为 这是一部典型的迪斯尼影片 没有什么新意 甚至有些傻 适合的观众群是十岁以下的孩子 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等影评 并不否认这一点 不过他们认为 影片同时给父母们带来欢笑 而且没有试图穿插成人式的幽默 最多也就是让蒂姆在小便池前 像狗那样翘起腿来方便 说到杰克伦敦 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 这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和冒险家 自称是马背上的水手 他只有40年的短暂人生 却创作了像野性的呼唤 海狼等一些让人非常难忘的小说 杰克伦敦在加州土生土长 他一生的经历跟他的小说一样精彩 以下就是美国万花筒记者国福 从杰克伦敦的故乡发来的报道 野性流露在杰克伦敦的眼神里 杰克伦敦是美国20世纪初期 著名的小说家冒险家 他自己说过 我是马背上的水手 今天我们要来到杰克伦敦 出生成长和死亡的土地 北加州的旧金山地区 杰克伦敦1876年 杰克伦敦出生在旧金山 是个私生子 从小家里一贫如洗 随继父搬到旧金山东边的奥克兰 码头附近的酒吧老板海诺德 对他很好 海诺德可能也没有想到 酒吧日后会因为杰克 而成为文学古迹 22年前 杰克伦敦迷卡罗尔布鲁克曼 买下了这个酒吧 他承诺要尽力保持酒吧的原貌 杰克伦敦11岁的时候 经常来奥克兰码头 坐在外面阅读奥克兰图书馆 管理员艾娜挑给他看的书 杰克伦敦是自学成功的典型 杰克伦敦对阅读有不寻常的热爱 这张桌子是酒吧里 他最喜欢的一张 他常坐在这里读海诺德先生送给他的词典 到今天 顾客依然可以在百年前杰克伦敦埋头读书的老桌旁边 小酌 谈心 而在一百年前 杰克伦敦在这里听水手大谈海上历险 酝酿小说素材 他的冒险家性格激发他到阿拉斯加淘金 差点病死 他回到奥克兰 干过偷欠牡丽的勾当 差点淹死 他还偷乘火车横贯美国大陆 目睹了劳工阶层的苦难 促使他拥抱社会主义 参加了工人示威运动 甚至被捕坐牢 他还当过加州渔业的巡逻警察 在日俄战争期间 他担任过战地记者 差点送命 他热爱航海 曾经驾驶斯纳克号 经夏威夷到塔西提岛 搜集各地土产 多姿多彩的生活历练 为他的写作贯注了生命 1905年 已经写作成名的杰克伦敦 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查米安 在旧金山北边 一小时车程的小镇 格伦埃伦落脚 他先后买了1400亩地 建立了美丽农场 就是今天的 加州杰克伦敦纪念公园的所在 公园督导约翰·克罗斯曼 为我们打开了 整修中的杰克伦敦夫妇的农舍 这是杰克伦敦的书房 跟他在世的时候非常相像 他规定自己每天在中午前 至少完成1000字 简直是个写作机器 他前后创作了50多本小说 最出名的是《野性的呼唤》 《白牙》 《海狼》等等 被翻译成70种文字 他是当时美国稿费最高的作家 就在这个书桌 杰克伦敦心情比更 创作小说 以及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 他的作品不乏经典 但后期的质量颇受批评 杰克伦敦工作专注 不喜欢受外界干扰 所以总是背对着窗口写作 杰克伦敦经常写人类精神 和环境的互动 伦敦盼望人的精神 可以通过和大自然交流而重建 这是杰克伦敦来乡下生活的原因 杰克伦敦发挥创意经营农场 他设计的猪券 中间是骨仓 外围有17个猪舍 造型独特 方便喂养 被当时的记者戏称为猪的皇宫 爱狼的杰克伦敦 还参与设计自己的梦想家园狼屋 这是狼屋很有气派的大门 伦敦夫妇花了两年的心血 1913年狼屋落成了前夕 却以焚毁的悲剧收场 狼屋之梦破灭 对杰克伦敦打击很大 他声称要重建 却始终未能圆梦 今天火山岩为骨架的墙壁 写满了青苔的记忆 敏感点的游客也许会毛骨悚然 因为主人已去 是否魂席归来 朗屋高耸的烟囱直指苍天 雷纳特是个义工导游 我认为杰克伦敦擅长描写情景 他比较的自然现象和客观环境非常棒 但他塑造人物个性比较弱 所以他的短篇故事胜过长篇小说 洛杉矶的西方学院 美国研究系主任 尹小黄教授 分析了50和60年代 中国兴起的杰克伦敦热 卡洛尔则认为杰克伦敦瑕不掩瑜 杰克伦敦是另一个时代的人 他有些想法在当时非常普遍 退休老师贝蒂造访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 我总是告诉年轻人 发挥你的所能 追求自我的极限 就像杰克伦敦说过的 我宁可成为灰烬 也不要做灰尘 也许灰尘代表了尘府 黯淡无光的死机 灰烬却意味着经历烈火的洗礼 享受过生命的迸发 杰克伦敦说过 人要生活 而不仅仅是生存 一直到他死前几天 他依然充满生机 对未来怀抱无限的热情